持明念佛了 是 称信 祈修啊 一如来 古地觉 做我们因地心 因果 般 这个太殊胜了 一心向往 我们就会把这个 世界 放下了 这个世界里面的 明文立扬 五语六成 就如同古人所说的 这是世界 世界的滋味 一般人贪念 世味哪有法味浓啊 法味里面最浓的 持明念佛 你为什么念不下去 你持明没有尝到法味 没尝到味道啊 所以你会退心啊 你为什么没尝到味道呢 念佛的时候 有怀疑 有夹杂 怀疑 这个法门是不是最殊胜的 这法门是不是真的 我真能往生吗 真有极乐世界吗 有意怀疑 第二个 对世间明文立扬的贪念 放不下 所以 你勤苦念佛 念若干年 都得不到法系 都没有平常 法味出来 原因在此地啊 无量寿金的金体好啊 上半段呢 是讲果报啊 下半段是讲修音 你怎么修啊 修音讲了五个字 清净平等觉 我们学佛的人 修什么 修清净性 用什么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修清净性 都是修平等性 都是修觉 啊 清净性得到了 你正阿罗汉果了 平等性得到了 你成了菩萨了 啊 大车大悟 那就是觉 你成佛了 啊 你修音 得到的果报 是什么 大臣 大臣是智慧 华言经上 所说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 智慧 得相 大臣是智慧 无量寿是得 啊 清净性不容易得到 啊 得到平等性 啊 再破一瓶 无名 这一份事 发生了 生到极乐世界 十报 壮严徒 华言经上 出出以上的菩萨了 发生大死了 啊 等于成佛了 啊 这都难 这都要念到 一心不乱 啊 金宗最殊胜的 就是 凡圣同俱徒 太殊胜了 啊 凡圣同俱徒 我们真的要求往生的话 每一个人 都能 决定 可以得到 啊 最殊胜的 就是这个 啊